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小新很高兴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今天咱们接着来说鸡娘 然后今天是给大家拼第二款 它就是来自核能巨镇的这个胡逆 之前我跟大家拍了第一期 就是这个紫薯的这个开箱 以及拼装结果的这个展示 接下来我们来拼这一款 刚之前那一期我把品牌商的名字说错了 实在是抱歉 应该是降魂机 不是这个预模道 预模道的话我也会入 然后是降魂机 降魂机的那一款 结果那一期节目 我骂了一期的这个预模道 结果我没有买预模道 你说这多尴尬呀是吧 应该是降魂机 其实降魂机的这个脸型 然后还有这个身体 就各方面来说都是很不错的 除了这个腿部实在是不行 这个拼装有点反人 反人类 然后也是一些小的零件 需要这个直头会特别疼 我之前我不知道 为什么说拼一个模型会直头疼什么的 什么大逆金刚指什么的 结果拼了之后才知道 原来是这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拼这一款 这一款从它的这个板材上面来说 应该是要比上一 上一款那个要多 上一款那个是两个素体 这个是一个素体 然后它的这个装备吧 也不是特别多 这个品牌商有点小气 它如果要是两个素体就好了 因为它这个装甲模式 还有这个本身的这个模型 都是十分漂亮的 要两个素体就好了 然后我还要说什么呢 就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面的内容吧 首先展示的就是 这个带骨架的这个造型 还挺不错的 然后它的这个说明书上面 我觉得比叫魂机要差一些 它这个各方面好像就是 没有那个看起来舒服 排版的 我说的是 这个你看它这个装甲模式也是非常漂亮的 很期待成品吧 我也很期待 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一起拼吧 加油 好了各位 然后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今天呢 我差不多把这个核能矩阵的这一款狐狸给拼的拼完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一期呢 咱们也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节目 首先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模型 我发现我这个模型的话 它中奖了 就是它里面一般买这个模型的话 它会有那个涂装脸 还有玉涂装脸 就是需要自己涂的这种脸 贴水 贴这个水贴的 然后那个涂装脸就是已经涂好这个脸的这种 结果我发现我这里面没有那个涂装脸 这个表情是我自己贴的一个 然后并且我还发现 它这个包装里面没有给我带这个手部的转接件 就是刚才我已经和这个卖家说了 然后他说给我补发 然后来聊一下这个拼装的感受吧 核能矩阵呢 也是国内的一个厂子 主要做的也是这种 这个美女的这种装甲 结果至于我为什么要入这个坑呢 首先是我不太喜欢高达 说实话我从小没看过高达 然后对这个高达什么的那个也不是很感冒啊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挺可爱的 就因为我之前还玩过那个1比12的冰人 对于冰人来说呢 那个衣服啊 或者是整体的这个价格 基本上都在1500左右 对于我来说是有些贵的 像这个的话 它没有那么大 只有这个15厘米左右吧 然后它和这个SHF还是差不多的 也是各种关节可以动嘛 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也挺可爱的啊 就是击中了那种二气元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入了这个机梁的这个坑 然后买了几款来拼装一下 感受一下 首先咱们说一下 这个拼装下来的一个感觉 就是很累啊 它这个模型的优点就是很创新的 首先是它这个腰部 是用这个铁丝呢 穿起来的 然后可以动的这种 然后你不喜欢这个腰部的话 你还有一个透明的这个套 我这个相机怎么这么模糊啊 这个套 然后给它套上之后 然后做一个这个赛博朋克的这种感觉 然后还有就是说 它的这个腿部 有点像这个高达里面的这种 液压感的这种设计 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它这个手部连接没有到的原因 后面呢 我就慢慢做吧 就是先给它拼碗了 然后等着那个手部拧架到了之后就好了 然后它这个武装形态的这个头部也挺帅的 我现在才发现 我很贝的一点 就是它说 我看别人的那个视频里面都是有这个橙色的替换件 以及那个小围巾 然后我问那个卖家 那个卖家说 这是第一弹才有的这个东西啊 然后到了这个后面出的就没有了 这个就导致我很不爽啊 然后就就没有那个什么 明显黑色和橙色会更配啊 它这个蓝色的话有点暗了啊 可能需要后期的补色啊 然后说一下它拼装下来感受 就这款冰仁 它的这个零件很碎很细小啊 对比我之前拼的这一款啊 这个是昨天我说的 我昨天骂了一整期的这个预模道 结果我发现我说错了 它是降魂机出的 不是预模道 骂了也白骂了 然后就是对比这款的话 这个的零件特别细碎 就很小很小的一个装饰品 都可能是一个分件 但是这种虽然很立体吧 但很容易丢 像我胸口的这个花就丢了 找不到了 然后这个降魂机的这个的话 就是凝件会比较少 然后拼装会比较轻松一些吧 它们两个这个降魂机的一个优点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跨步啊 因为它这个跨步是有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连接杆和这个内裤 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连接的一个地方是固定的 它这个是固定的很牢的这样的 而这个 但是这种也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它固定了之后 安装腿部会比较费劲 而核能矩阵的这个是比较松的 比较松垮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情况就没有那么服帖 就比较逛荡 但是这个腿部比较好安装 它是一体化的这种感觉 这是一个区别吧 然后就是像这个狐狸 还算是这里面比较简单的 你要是听到后面买什么兔子啊 什么人鱼啊 估计会很地狱的那种啊 它能件特别碎 然后拼起来手很疼 一度有点崩溃 我现在这个心神不定啊 然后就是拼着拼着 丧失这个耐心 好吧 可能是我刚开始接触吧 可能要多适应 而降魂机呢 这个的话 就拼装还是比较 算是比较那个轻松一些的 并且拼装的时候 不用那么费劲 然后 而这个核能矩阵的话 就是有一些拼装过程 比较头疼 就很 就很那个什么 这一点这个核能矩阵 还是要跟这个 降魂机学习一下 那个降魂机的就比较好看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降魂机的这个紫鼠 这个紫鼠的这个造型 非常的漂亮 很漂亮 然后那个另一边的 那个替换键我也找到了 然后就很不 这个就比较好看一些 但是降魂机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降魂机 它的这个人偶的胸比较小 可能它就是一个 它的这个设定 就是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吧 也不可能给你设置多大 但是这个核能矩阵的这颗的话 它就会比较偏那个 这个预解范很冷酷的一个杀手造型 手臂和腿部极致的机械化 脚步也是这种镂空的这种设计 然后腰部的这个铁丝偏软 就是可以固定 但是比较晃荡那样的感觉 如果你想支撑腰部的这个稳固 可以把那个透明套给套上 只需要把胸部的这个肋骨 给它去掉 然后套上就OK了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感觉 这就是它的基础形态 然后除了裤衩有点晃之外 这个整体感觉还可以的 我喜欢它这个一瞳的这个眼睛 一个蓝一个黄 然后是这样 接下来咱们说仙人球吧 然后散散心 我今天摸了一下我这个植物 然后感觉就有些偏软 然后可能是要浇水了 那今天咱们就给它浇一下 这棵的话 这个像这些植物冬天的话 即使家里面有暖气 也尽量少去浇水吧 很容易你浇水的时候浇死 因为平常我的话是在外边放 外边的话有风 即使它再热 它是通风的 屋里面是一个相对比较 这个不通风的环境 浇水可能会也会腐烂 特别是它根系不健康的时候 你室内浇水的话 可能会出现就泡烂了 就最后就黑了 知道吧 就是少浇水是安全 但是不浇水又不行 不浇水的话也会死 可能有的植物就是 家里面干死的那种 你知道吧 就是到后来球体萎缩 然后最后枯死 黑掉 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根部不吸水 是吧 然后它那个 你又不给它浇水 它没有水 它根部没有水 然后它你又不给它浇水 它只好消耗自己体内的水 在消耗的过程中 一个一些变量 各种各样情况 它如果要是 就是得了什么 一些感冒 什么的是吧 那也可能会腐败 发臭 最后软掉 这都是经验 历史经验 就你玩闲球呢 你不可能说 就是一次购买终身的 就是陪伴那样子的 就很有可能 你买100个球 每一年会有那么几个老将 或者是新将就死掉了 然后最后能留下来的 都是样子不怎么样的 然后就你最初没想到 它会活那么久的那些 会最后活下来 你觉得哇 这个球真漂亮 我要拿高价买下它 买回来之后养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死掉了 你的养护方法 你的土壤 你的整个环境都是一样的 但最后那个球就是死掉 你就很不能理解 有时候也会因为这些原因 会有这个退坑啊 或者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平常心吧 因为这东西没法说呀 各位 就是要 为什么说 做看这个风轻云淡史啊 就是经历多了 也就无所谓那样了 就是说你要是 就就 能做到了 咱们就咱们就是 察言观色嘛 看它的情况 然后通过摸它的这个手感 判断它是否需要浇水什么的 定期给它除备药啊 什么的是吧 然后给它尽量的能够持续 让它生长啊 就做一个陪伴的 其实老有人说什么 落地的自根的不如 死生的什么的 可能每一个高路门的人 可能都是从落地自根开始养 但基本上一两年 那个球就淘汰了 然后你可能买了一个死生的 它养了三四年 你就觉得哎呀 这个自根的真差呀 这个死生的就是好啊 以后还得高价买死生的什么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感觉啊 就有时候每一年 你可以统计一下你死的球 每一年是这个自根的多 还是死生的多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差不多的吧 这个其实 不管是什么样的球 它到货的时候 一定要看这个根部的一个情况 然后做这个修根处理 泡药水 修根 晒 就是球到了之后 如果是裸 最好是大家裸根发货啊 石生的话 可能那个像仙人球还好 快根植物的话 它那个土比较重 那个带盆发的话 路上可能会有些折断啊 然后会那个划伤啊 什么的 像银贯玉这种比较软的这种 就是裸根的话会更好一些 植物状态会更好一些 反正你到手了之后 我这客户里面 百分之九十的人到家就换盆 他们都看不上黑方 买的都是那种直播间 五六十一百多 两百多 这个炒盆也 这个盆也是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啊 就现在盆子也卖的越来越贵了 日本的那种 可能要五六百 现在国内的话 有些牌子卖的也挺贵的 我觉得还树脂的好 树脂的便宜 并且轻 陶瓷的有点重 像我这个是三十块钱 十个盆 它造型也挺好 挺日系的呀 就是这种感觉 盆口也比较大呀 十厘米呢 是吧 可以搜这个青山盆 不是做广告啊 我也不卖这东西 我就说呀 它这个塑料 它这个还是比较 比较漂亮的啊 比较好的 然后就是说 刚才说到哪了 就是说这么多吧 我感觉它有点缺水 你看这边的这个情况啊 就这个球 这边这个情况 是我发现走了 不然它也就没命了 你知道吧 它这边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吧 就是冻的冻伤啊 天又干又冷 它就会缩水 冻伤的情况 就会造成植物脱水 不断消耗自身 最后整体软啪啪 颜色变成咖啡色 最后烂掉啊 就是及时发现 它只是这边 是稍微动了一下 赶紧拿到污里 然后给它救治一下啊 这个 就当然你这个植物 你感觉它冻了之后 拿到污里面 要保持稍微的通一下风 让它有一个温度的过渡啊 就比如你原来在护栏外边 然后天这个变冷了 你拿回来 你不能直接拿污里啊 外边凝下十几度是吧 你拿污里二十多度养 这个植物受不了 肯定也会死 那你放到阳台上 阳台温度 阳台没有暖气 有时候啊 它可能温度是十几度 你先在这个缓冲地带 先缓一下 然后你再拿这个屋里面养 或者你就直接在阳台 这十几度的时候 你也别经常浇水了 非必要不浇水啊 这个冬天的这个情况 就这样 然后你看这个球萎缩的 原来挺大的 现在越来越萎缩了 摸起来还软软的 这个也浇水 然后他们在这个 咋回事 不是吧 我这个 我这个兜完蛋了 完蛋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就你当你发现 有问题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 并且是越是好看的球 最后死的又越快 这有点难搞的 心里面特别难受啊 这个一个 不便宜 便不便宜先不说 这颗球养了好多年了 然后它这个 就是另外 别浇一次的水 然后就是 好了好了 反正就是这个情况吧 就是不可不浇 也不可浇 就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球为什么会挂掉 根系还是比较保固的 但是发现时候 已经太晚了 没有一点的 那个现象了 之前长得还挺好的呀 就突然就坏掉了 然后它这个根部 还都发霉了 这个 养这个兜就是这样 它 就是 这个情况 先缓一缓 先缓一缓 好了 那就这样吧 就是还有一个病虫害的 一个预兆 就是如果家里面发现 好多小黑飞什么的 一定要喷这个药啊 什么的给处理 这个药可以用这个多菌磷 然后用那个 像我的这个 这个日本住友的 这个ST的这种杀菌液 多杀几遍 把这个小黑飞去除一下 有小黑飞的原因 之前节目里面也说过 就说明你的根系出问题了 那些虫子是喜欢吃这些腐烂雕的根系的 然后才会出现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 感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